圓警網咖巡邏發現毒蟲 還在鍵盤下查獲毒品 但男子十分狡猾竟然還假裝講電話 趁圓警不注意 躲門而出 圓警見狀馬上衝了上去 衝出門那一刻還差點被機車撞到 男子顧不得鞋子都掉了 不斷把腿狂奔 但還是抵不過圓警經過訓練的快腿 警察就直接追出去 羅星男子原本在網咖 準備徹夜打怪迎接跨年 因為覺得其他人太吵 換了座位卻忘了毒品 還壓在原本座位鍵盤下 被眼尖遠警發現這空位不單純 一問店員才知道東西是他的 身上也搜出兩包安非他命 詢問店員剛剛換過座位的這名男子 那這名男子否認說這個毒品是他的 對 然後還洋裝講電話 然後就跑出去門口往外逃逸這樣 我們就立刻追了上去 追了一百公尺之後 就把他壓制鋪倒在地上 遠警追捕中海因此受傷 手機螢幕掉出來衰裂 毒蟲原本計畫吸毒打怪迎新年 沒想到壞了座位露了線 二零一五年最後一天 只剩冰冷手銬陪他跨年 記者陳嘉明 佳述SN小組 新北市報導